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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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给女性朋友啊 在生活啊 工作上一些建议吗 嗯 我也挺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点建议 就是我觉得 人生有一些小的挫折 跟不同的困难 我觉得是人生 嗯 很自然而然的过程吧 那在这些过程当中就 嗯 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成长 也希望自己有 做的不好的地方改进 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我觉得在每件事情当中 都可以找到美意的 女生在每个阶段可以学习的东西 都好多 要看你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人 有些人就比较希望在事业上面 不不停的进步 有些人就很安分做一个家庭主妇 那对我来说 我觉得每个阶段可以 学一点新的东西 嗯 让自己整个人好像有一 一点新鲜的那种元素 我觉得很重要 那你除了持续运动之外 还有最近还有在其他 学什么新的东西 嗯 比如刚刚的演唱会 我就去学了打鼓 所以是从零开始学还是有点 哦 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是 为了兴趣也为了表演 但是 学了之后 就觉得 很喜欢那种感觉 对 说到这么多年啊 就是你在工作上的保持 那种坚持的那一份心 是如何去保持 我觉得只有一个字就是PASSION 如果 不管你在工作上面 单单哪一个岗位 只要你 心中拥抱着这个字 PASSION 它会带领你前进 然后在每个当下 你都可以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 嗯 那你有曾经就是很失落过一举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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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举� 人生总有一些时候是比较高 也是时候比较低 做思自为很自然的事情 然后穿过去就可以了 那你通常难过啊 还是会做这些事情 都不太讲话就这样 很简单 你不会找朋友聊聊状况 都会一般来讲 都比较喜欢自己消化 那你现在最常对自己说的话是什么 哦 即使终身美丽吧 那你现在有没有一句就是 这些厨师之道就是一句作用 我觉得凡事从正面的角度去看吧 不管你的经历是什么 你只要从正面的角度来看 你会在当中找到一些美意的 嗯 嗯